Lio聊四季 天天有關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哥德仁追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是 諸神之戰二 這個是賽事比賽 這張賽事地圖想必大家應該也看過很多次 我們就再次介紹了 就稍微講一下就好 這個中間也有大量的魚群 那當然可以把這個魚群給控下來 是很不錯的一個經濟加強 但是如果你要打贏海戰投資太多的這個戰船 可能會傷傷自己的經濟 所以該如何停損 這也是打贏地圖的一個重點 那家裡的部分則是由遊牧開局 那遊牧的重點就是要第一時間 蓋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所以你也不可能找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地點 開始開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那反正這張地圖的作者可能是想說 要讓選手們自己決定城鎮中心的地區 但是每一個選手還是在遠地起這個城鎮中心 也是不管旁邊有什麼資源 反正就是起TC再說 所以這個觀念大家一定要記清楚 其實地點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TC要不要起得快一點 就是你不能挑地方挑太久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當然是越早下是越好的 那哥德這邊是開局 直接就產了棒棒出去 那這張地圖一開始就產棒棒出去 我覺得蠻大膽的 當然也不是不行 所以是兩棒棒 因為村民部分是很容易去斷村的 因為通常都是會讓自己的村民穩定 然後開始伐木 去蓋下自己的第一個碼頭 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看到 這個是塔套 發現這個名字錯了 OK 我們把名字改回來了 好 那我們這邊是塔套對上道特 塔套這邊是拉了一隻犀牛 那下方有繼續開始補下漁船 這邊兩隻棒棒的目的 是想要拋爆對方的鴕鳥 因為鴕鳥被軍師單位打死之後 就不能再去採他的肉了 像這個野豬也是 所以這邊用鴕鳥去打對方的路肉 有點狠 講實在的 這也是戰術大師 想到的一招 那確實打掉這麼多鴕鳥 讓立陶宛這邊 只能被迫吃右邊這群鴕鳥跟下面的 那目前道特應該是想要把所有的鴕鳥都打死 這要打又打一段時間了 好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兵怎麼打 好那打完之後沒有繼續打了 反正是選擇打上面的房子 好立陶宛這邊已經點下了織布技術 那哥德爾在這當地圖也有個優勢 就是他可以馬上研發織布技術的關係 通常可以省下這個織布的時間 拿到這個村民上的領先 那這邊可以看到 道特這邊是打一個十八村 那這邊漁船是有兩隻的關係 所以村民術來說的話 應該是道特稍微一點點的領先 大概會領先一村 好那這邊棒棒看起來 打不到其他東西了 那這個雙風駱駝 是不能拿去趕鴕鳥的 這個只能探土 好這邊棒棒想往上騷擾 直接把均勻蓋在這個位置 好那漁船部分沒有繼續出囉 那立陶宛這張地圖來說的優勢 我覺得並不是很明顯 因為這張地圖的聖物 其實並不多 大概只有五個左右吧 你要拿到四個的話 才能拿到立陶宛的 這個聖物的傷害最大的加成 加四攻 立陶宛只要每撿一個聖物到修道院裡面 都可以增加騎士跟自己的寶兵 被提示的異攻傷害 所以要撿到四個來說的話 其實是蠻困難的 好哥德爾這邊一升到 封箭時代 馬上點下裝甲步兵的升級 那立陶宛這邊的肉量 是有點想要打直層 當然這邊能打直層成功嗎 欸這邊是沒有看到嗎 裝甲步兵沒有看到這個碼頭 這個有點意外啊 這看到碼頭就直接開扁了 好三隻裝甲步兵繼續給壓力 後面被破了一根箭塔 那只要讓對方插一根塔 這邊裝甲步兵的意義就已經達成了 趕快拉走 甚至可以趕快往下 一起去打這個碼頭的部分 好下方我要盡況被抓包 立陶宛這邊有點慘 好這邊出了一些肉碼 要稍微反思回去 對方村民 好肉碼看到了這邊牧區 還有這邊雙風駱駝 哇抓到一隻落彈村民 哇結果手殺 是道德這邊被擊殺村民 但是道德海戰部分偷偷開了出來 馬上按了兩隻火彈船 把兩個火彈船給燒掉了 但立陶宛這邊村民宿現在還沒有損失掉 當然這一村沒有辦法好好的挖金礦 有點拖到這個經濟 好 但這邊直接往上又開挖了嗎 來看一下這邊村民宿往上走 但他等一下往上走 就會看到三隻裝甲步兵在這邊等著 哇道德這邊已經預判 預判你的預判了 我差你會上來挖金礦 事實上他真的是要上去挖金礦沒錯 好這邊雙風駱駝第一時間過來 戳到的是雙風駱駝 可以扛個三槍的樣子 往回拉 上去防守一下 看這邊木搶金為好 這邊可以衝進來喔 哇這裡進來下面村民又再被暴打一波 鑽甲步兵第一時間被擊火被收掉了一隻 這邊都是殘血的裝甲 這邊有非常多的村民被引走 趕快用村民去把上面圍好 這幕區直接用村民反制回去 好這邊裝甲步兵終於打掉了這根銀地 哇這個比賽就是比賽 好忙阿 現在到處都在著火 這個比賽都是選手們喔 發動真格的時候 有時候看到天梯喔 大家都在練習喔 並不是非常動真格 但是比賽的時候動真格的幾率喔 是高達87% 好下方的駱駝 這個駝尿還在繼續吃 那這邊只要拖到 立陶宛這邊上城堡時代的時間喔 到達這邊的前期的前壓戰術喔 就非常成功了 那待會他只要在這裡出一些老頭 去把這些聖物撿回來喔 只要撿到兩到三個喔 基本上就可以跟立陶宛打後期抗衡師 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那這裡有裝甲不明在發呆喔 好終於把這個碼頭給燒掉了 那由海戰到達拿下了勝利喔 那這魚捕魚就可以用少量資源喔 拿下這一片海域喔 相當的划算 好那到達這邊也轉出了馬舊 那城堡時代的哥德喔 出騎士也是ok的 那也有可能會先出肉馬 再去轉這個騎士喔 上一騎士也不出 直接肉馬到底也ok 畢竟哥德爾也是有大肉馬的文明喔 好這邊有四隻裝甲集合 好城堡時代還沒有點下 少了一個兵工廠 所以我們加上一隻 OK 點城堡了 實際上來說比立陶宛快了一點點 但能不能成功拿到聖物喔 也要看立陶宛給不給面子啊 好這邊肉馬趕快按 這邊補了一個魔防 開始來吃野外的野味 好上方的中腳步兵終於被解了乾淨 好這邊中腳步兵居然還被卡到了一下 OK前方的野味也吃乾淨 哥德爾在這張地圖吃野味的優勢其實蠻大 有點像是蒙古那種優勢感 但蒙古是吃得快喔 但哥德爾是吃得久 所以在這張地圖選哥德爾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後期要怎麼打也是個問題 不一定用這個步兵還 就很輕手膽 因為立陶宛的科技喔 算是蠻完整的 如果遇到對方的這個 步兵單位的話 也可以用自己的火槍去反自己敵人 而且他也有火炮 所以立陶宛打哥德爾 我覺得問題不是非常大 哥德爾反而是要打烈提斯喔 就會有點麻煩 雖然自己也有槍兵喔 但總體看起來喔 兩邊都是一個互相克制的狀況 都不是非常好打 或是非常 可以輕鬆解決掉敵人的一個組合 那這邊拉了幾隻肉麻過來想要結 但牆壁第一時間被工兵集火掉 肉麻的血量還很多 結果這邊怎麼直接放棄跟對方打了 肉麻不跟這邊 肉麻互打一下嗎 這是沒空好的意思嗎 哇 一神城堡在血量4變成65 低血我平中了 是因為這個原因不敢打嗎 如果我覺得我剛剛還是會想要拚耶 互打一下 那立陶宛這邊也有可能是想要保持肉麻的數量 去阻止對方的老頭去撿生物 確實有這個顧勵到 這邊打了一下 肉麻還有四隻 這邊按了非常多的肉麻到前方 但清晰變升級按不下去 缺乏了150肉 這邊損失了一隻肉麻有點可惜喔 OK 那目前還正優勢的DOT 直接補下第二個碼頭 開始在這邊大爆捕魚了 那稍微看一下中場的經濟量 經濟量應該是由DOT這邊拿下非常多的勝利 15贏了400 黃金還贏了1000 太狠了 DOT這邊果然經濟量完全碾壓對手 立陶宛在這一波經濟劣勢的情況下 其實很難受 轉出一些騎士 反射了對方的 哥德騎士回去了 好 這邊聖物要緊有點困難 哥德也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但是目前聖物還是偏向於靠立陶宛這邊的 目前看起來立陶宛還是有蠻大的優勢的 這個聖物分布居然這麼的不平均 好 哥德這邊是3TC開農 立陶宛這邊則是雙TC農上去 老頭招想一隻騎士應該可以招想到 立即把這個老頭收到城市中心裡 這邊DOT的肉馬直接殺掉了剛出來的僧侶 有點小虧但還好至少有換到一隻喔 還可以接受 好那村民書來說 道德這邊還是有領先 58村對上46村 村民領先約12村喔 四隻肉馬繼續探 看這邊生物喔 看有沒有被偷走的跡象 好這一隻肉 老頭怎麼辦 這邊的槍兵數量不夠 好抽掉一隻 但是肉馬直接硬尻尻 我也不管你有沒有槍兵 但是肉馬還是被尻掉兩隻 看老頭這邊能夠產生更多出來 立陶宛這邊補下了 跟蹤技術 那生物的部分喔 現在一個都還沒有拿到 好了有跑速了 這樣肉馬抓對方老頭效率會更好一點 騎士防走老頭也是OK 這邊割著看到對方老頭已經開始往南走了 好撿到了 趕快護駕回去 撿到一顆 騎士傷害就加1 這個非常賺 這裡有派了一隻肉馬去助手下 右下角這根生物 左邊這裡也是有一個 現在道特有點 顧不及暇了 趕快用這個肉馬去 站崗就好了 那這邊這個生物趕快撿回來 OK撿回來了 上面這個趕快再撿喔 讓對方撿到3個的話 其實也很傷喔 哇 中間這個沒有撿回來 可能就要被撿4個了 道特這邊 有打算讓對方撿這麼多個嗎 再一刀 哇 沒機會 哇 還是收掉一隻老頭 不錯 這一波落馬交換 還是換到了 道特這邊木頭有點爆量喔 沒有來得及 趕快去撒這個農田喔 OK 剛剛講完就在撒了 中間這個生物是立陶宛的勝敗關卡 能不能用自己的老頭去解掉呢 哇 後面這兩隻騎士可能還是要被招翔掉了 這裡並沒有斷招翔 反而自己的騎士被招走了兩隻 這邊騎士數量似乎是打不太贏 立陶宛這邊的數量 這邊直接開打 後面兩隻老頭還活著 這邊老頭活著還在繼續招翔 後面補了一隻 老頭過來招翔到了一隻騎士 但騎士數量明顯是打不贏的 哇 這邊騎士還有一攻的加成 十二攻的騎士 果然扛不住 這邊這個生物果然被拿走了 這樣道德就會很危險喔 騎士數量打輸 立陶宛這邊拿下了非常多的生物 但是道德這邊的村民處 是遙遙領先立陶宛這邊十村以上的 好 這邊直接收掉 這個生物還有機會嗎 那像遇到這種立陶宛喔 減生物減得很積極喔 或是甚至已經拿完這麼多的修道院 然後修道院的情況 哥德這邊有個做法 就是直接爆一大堆槍兵喔 然後直接潛壓城堡 壓在門口 把這個修道院給搶回來 這是之前我們影片上有出現過的事情 所以哥德現在還沒有到非常絕望的地步喔 趕快去前壓寶 然後產出大量重裝長槍兵喔 是有機會反打回去的 好 那哥德這邊 確實也是轉出了非常多村民去挖石頭了 看會不會出現壓寶策略呢 這裡也轉出了非常多重裝長槍兵 但是槍兵數量也在下水餃 哥德這邊有點慘 還被遛了三隻騎士進來 這邊可能會被打出一個洞來 又抓到一隻村民 好 這裡 這邊用步兵開始防守 抓到了一隻騎士 老頭沒有被收掉 好 終於殺了進來 這邊大量騎士直接往裡面衝 這裡不要往下走 往上面走就對了 這波騎士死也要做到一些事情喔 但是這邊騎士並沒有想要討的意思 正面跟槍兵對戰 但是這邊由於已經拿到兩個聖物的關係 傷害非常的高 攻擊力10加3的威力 直接正面擊破了非常多的重裝長槍兵 但是後面捕了更多的槍兵過來 騎士只能往上開始撤退 用一隻騎士繼續攻擊 哇 抓到了非常多村民 現在立陶宛村民開始追上了哥德這邊 哥德村民術只剩下94村 可能還會再繼續下降當中 村民術已經不差距10村了 大概只差個5村左右了 結果立陶宛這邊斷村 斷著有點慘 好 村民術94村對91 還在持續下降當中 哥德村民會不會被反超呢 這時候哥德有點家裡被鬧到的關係 決定把城堡先蓋在上方的礦區 想確保接下來的礦區 黃金礦也是蠻重要的 因為這張地圖黃金分布是非常零散的 非常鬆散的 下方也有兩隻騎士繼續騷擾 為了這時候爆出了更多槍兵去往前 現在場上有36隻騎士的槍兵 但這根寶就有點可惜了 如果這根寶是往這邊插的話 就有機會拿下這個聖物 但是立陶宛也轉出了城堡在前線的位置 好 槍兵這邊直接戳掉 刀頭打的是一個比較保守的 並不是一個狂風前壓寶的策略 這麼大量槍兵其實現在也無處可去 去對方家裡騷擾 可能會被對方的城堡中心 或是城堡給壓制住 在家裡防守也要等對方來 有點不太積極主動 所以這邊還是要看一下 刀頭打的是要怎麼把這些槍兵 做出更多的轉換效能 總不能讓這些槍兵在家裡發呆 不做事 拉拉四隻槍兵去攻擊下方的老頭 老頭招槍完之後就趕快往回家走 這裡遭遇到了小波的步兵隊 這邊列提士已經出來 列提士是擁有無視對方防護力的騎兵單位 非常強大 好 生物第四個有機會拿回來嗎 欸 難道道特 把第四個生物搶了回來 哇 哪時候搶的啊 那個神秘行動啊 把右下角這個生物拿回來了 那還好張立陶寵只拿到三個 不是拿到四個 但三個也是很可觀喔 因為基本的話一定要拿到兩個 好 這邊趕快圍一下 哇 來不及圍死 這一波騎士又進來騷擾到了 好 槍兵走過來 但是吃到城堡傷害 列提士的血量有點變差了 那兩邊的地獄Style都是差不多 好 哥德這時候補下了無政府狀態 要來提升一下自己的哥德衛隊的產能 只要點下無政府狀態之後 哥德就可以在軍營產生哥德衛隊了 但這時候打哥德衛隊 不確定是不是件好事喔 因為對方的騎兵數量是很多的 哥德衛隊是有點打不太贏騎兵的 好 大軍押近前線 但是立陶寵這邊馬上在正面蓋了一個城堡 直接圍死 這邊槍兵也做不到任何事情 OK 槍兵直接升到擊兵 這邊急一點喔 有點設的不是很好 一直被這邊騎士暴打 好 後方的騎士問題終於解乾淨了 正面的槍兵還是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OK 立陶寵這邊點下了三城堡 哇 這個點三城堡有點意思阿 增加城鎮中心的射程 用城鎮中心防守 有點奇妙 這個銀罐科技是很少人出去點的 因為他不會增加城鎮中心的傷害阿 OK 這邊補下槍兵之後 防守可能會稍微更輕鬆一點 但還是損失掉了很多村民喔 哥德這時候點下了金冠技術 立王時代也來到了210人口 現在算是滿慘人的狀態阿 好 當然這邊立陶寵也點下了化學 轉出火炮跟火槍 這就是我們開頭講到 立陶寵轉火槍打哥德爾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 還是有繼續產烈提斯 那烈提斯這個單位也比騎士便宜 黃金造價更便宜一些 而且傷害力比騎士更好 畢竟可以無視對方的裝甲 傷害會更高一些些 但是缺點就是血量比較少 他只能到150滴血 好 這邊直接硬撞槍兵 不太OK 直接被捅翻 好 正面的火槍開始出來 砰砰了 哇 上方的火炮可能會有點危險 帶著自己防守住嗎 火槍這邊要稍微拉打一下 好 正面攻擊 攻兵開甲趕快一升 鋼掌我們就點了 不然被槍兵戳到還是有點痛 OK 火槍解槍兵還是非常好用 上方這邊偷挖黃金被抓包 各的部隊立即反擊 這邊資源都很快 好 下方的槍兵跟肉馬也是做到一些事情 稍微騷擾到了一下 下方的立陶宛的騎兵再次衝到了下方 但是這邊槍兵已經有看到 趕快來集結一下 後面補了一個大學 哥德爾這時候點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火槍變數量比較越多 好 火槍繼續射擊 後方 哇 收掉了大量槍兵 但是這裡有更多的步兵 直接從下方衝了過來 第一時間也不是攻擊修道院 其實哥德爾可以點下縱火 然後直接用這坨兵 直接拆這個修道院 我覺得蠻划算的 然後趕快去偷一點聖物回來 呵呵 當然就可以讓立陶宛的傷害力下降一些些 現在立陶宛這邊產出的是大量火槍 但哥德爾還好 他有三級攻三級防的弓箭鎧甲 跟弓兵的射程 所以轉戰毛兵來打火槍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如果轉太多戰毛兵的話 正面可能會扛不住列提斯的傷害 所以這個配兵組成要稍微思考一下會比較好 上方的火炮跟巨頭準備要來拆除上方城堡 這一波步兵也是衝到了後排 燒到一些後方的農田村民 這裡還是有火箱繼續在開始 輸出這邊的哥德衛隊還有步兵 但是哥德衛隊打火箱很痛 哇 哇 哥德衛隊有點虧 損失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哥德衛隊還沒有點下精銳 所以打火槍需要三刀 好 這裡轉出了兩台巨頭 好 好 哥德衛隊上前 結果直接被立陶宛 統爆 但是後面有非常多火槍 列提斯這邊血量掉的很慢 哇 到底是不是忘記一點精銳啦 哥德衛隊沒一點精銳 差蠻多的我覺得 哇 這一波又被蓋起來一個城堡 這樣接下來修造院就會相當安全了 好 但是到這已經在前線補了新的軍營 想要來前線開始嘗試 前線爆步兵壓制對手的村民 但是自家的城堡可能快要扛不住 後方這一排火槍實在是太麻煩了 這裡打算用火炮去反擊一下火槍 火槍這邊可能往前會直接點掉火炮嗎 直接原地返回 看到下方大量步兵喔 甩槍一下 後方的城堡還是被順利的拿下來 列提斯一衝進去 拆掉了巨頭 立陶宛這手已補下三級的工兵鎧甲 火槍的防護力直接提升到最滿 掛著這手點下三級的弓箭 升級 是要來轉戰矛了嗎 這邊想要來偷挖對方黃金 但火槍看到是不能忍的 哇 哥德國隊解火槍很快 三刀一隻 好 立陶宛重新把上方的黃金給拿下來 這張哥德就會有點危險了 黃金可能會有點不夠的問題 好 當然這邊順利蓋了一個軍營 守住了下方的礦區 那現在DOT的一個策略 是想要把對方可以窮死 那立陶宛這邊的話 可能要轉出一些弱馬 去騷擾哥德國方的一個經濟 正願繼續用槍兵 或者是轉一些戰矛兵出來防守 可以考慮的 那為什麼要轉戰矛 是要防止對方的戰矛進行輸出 或是一些戰矛在槍兵裡面 也可以抵擋一下對方的戰矛兵的傷害 但是火炮的部分還是可以有效打擊 火槍兵 就像這樣子 哎呀 哥德這邊火炮打得實在太漂亮了 火槍這邊一個走位失誤 哥德國隊上前 看到後方沒有農田 現在專心處理這一塊區域 正面蓋一棟城堡 結果巨頭三次台直接架了起來 哇這裡應該是來不及修回來 火炮趕快拉過來防守 哇應該來不及 四巨頭猜很快的 而且這個城堡完全沒有任何防禦力 沒有提升血量喔 什麼都沒有 這時候才在升級鑽瓦技術 為死已晚阿 直接擺給650石頭 這邊火炮往前 想要預判 預判失敗 巨頭直接拆蟹 沒有跑 直接被拆掉兩台巨頭 好虧 到塔套這邊再講什麼 再撿掉這個巨頭 巨頭趕快拆 沒有拆掉有點可惜 現在立陶宛這邊已經防守了 正面非常多的城堡 城堡一排排的蓋得上去喔 正面的巨頭拆除城堡有點尷尬 被對方的肉馬拆掉了一台巨頭 火炮的部分還是三台活著 要打後方的火箱不是問題 火箱大火還是要變閃陣會比較好 這樣可以有效的防止對方的火炮 直接拆除大量的火槍 而且閃陣的話 讓火箱的射擊會更有效率一點 才不會抑傷 把所有的火箱子彈 射擊掉同職護兵單位 閃陣的優點其實很多 待會後面戰武兵過來 讓後面火箱不能幫進行輸出 在這邊肉馬越轉越多 火箱開始反擊回去 好 這裡火炮會被換掉嗎 再一刀拿下火炮 OK 但是哥德這邊也是被換掉了一台火炮 後面巨頭有點危險 沒救 我來 肉馬還是很好用的 好 戰武兵開始輸出一下 好 這時候利桃點一下了波蘭伊騎兵 稍微介紹一下波蘭伊騎兵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是肉馬裡面攻擊力最高的肉馬 攻擊力會變成九弓 基本基礎九弓 但是跟一般的三弓輕騎兵 傷害是一樣的 跟這個大肉馬一樣 都是9加2的一個傷害 就是7加4的一個傷害 所以這樣是11弓 對 差不多 對 9加2 7加4也是11弓 所以利桃園的肉馬傷害 是跟一般大肉馬傷害是一樣的 那差別是他的肉馬是可以到100滴血的 跟一般的肉馬好像差了5滴血的樣子 好 兵強兵也是旁手當中 看來沒有太大的問題 各位的正面有點難扛著回去 利桃園這邊開始多線騷擾 肉馬開始一直往後送 正面就用火槍扛住 但正面只有火槍的話是扛不住戰毛兵的 所以不能把所有的肉馬直接往後派 還是要產出一些火炮 稍微反制一下戰毛兵的部分 正面哥的威隊有點往前 開始排給 但是火槍數量也開始慢慢減少了一些 但後方城堡傷害也是太高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步兵單位 最終城堡已經擊殺到43隻的步兵單位 後方到了馬 也在掃後方農田 還是有少量的臭民被擊殺到 後方這個火炮會被波蘭一騎兵拿下嗎 哇 這個火炮還是被剪掉了 不過現在被這些大肉馬弄到有點 軍技散亂阿 沒有辦法凝聚力量阿 這邊村民一出來也被扁 這邊村民數量只有一隻 不會射箭 更多的肉馬開始在騷擾家裡的一個問題 結果烈提斯沒有再繼續殘了 反正是殘出更多火槍跟肉馬而已 好 忽然一騎兵上前 唉唷 火炮剛剛打到一堆戰毛兵 上前解掉了一些戰毛 戰毛數量開始變少 但是後面又繼續補下更多戰毛兵 繼續往前 想要嘗試把立陶人的火槍證給解掉 好 哥德這時候把所有的擊地點開始往前送 哥德這個步兵生產速度實在太快了 這個鷹笑聲一直在笑 這就是井噴阿 但是哥德需要產出這麼多單位也是需要經濟的 只要家裡經濟一直被騷擾的話 還是有點危險 好 但這一波哥德打得很漂亮 直接往前一戳 戳掉了火炮跟大量的火槍 火槍兵的數量已經剩下少量的22隻 但還是可以成型的 22隻的話還是可以有效打擊對方的步兵陣 好 但後面又有一波的肉馬 直接上前 開始攻擊後方 道德後方村民 哥德這邊有點麻煩喔 我覺得哥德還是要轉一些肉馬 大肉馬去後方騷擾立陶宛 不然立陶宛這邊完全沒有經濟損傷 也沒有讓他多線防守 讓他不得太舒服了 反正是道德家裡 步兵防守 沒有辦法及時回防到這種邊邊角角的位置 然後這邊肉馬又擊殺到這麼多村民 村民要再補回來的話 會讓前線的這個 步兵慘的 或是戰毛慘的 繼續往下掉 這裡又一波大肉馬直接衝過來 立陶宛這邊擊殺數量越來越多 村民擊殺數已經來到144隻146 道德的村民現在已經佈滿了100隻 哇這個大肉馬好強阿 那波蘭的大肉馬也是 波蘭一騎兵裡面傷害最高的 因為他有3攻喔 所以肉馬來說是9加4 13攻的傷害 而且還有這個践踏傷害的效果 所以波蘭的肉馬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他的攻擊特別高 雖然防禦差了一點 好那這邊看到立陶宛的一騎兵 想要在禍方抓掉禍方的火炮 槍兵趕快往前防守 但是一騎兵直接上前硬點點掉了 哇這波打得很棒 OK用殘餘的軍力去解掉禍方剩下的巨頭 插一下 好但是火炮直接一發打掉兩台巨頭 勝利的手下這一棟城堡 OK這邊一騎兵載助繼續騷擾 道德這邊村民宿只剩下82村 村民宿有點少了 這邊一騎兵擊殺到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現在道德應該用大量槍兵在家裡巡弱喔 會更好一點喔 哇這邊村民宿被打出了50隻 哥德這邊P數不滿200人了 要先稍微撤退一下 哥德這邊還有這邊哥德衛隊 要不要放出來打人呢 到底有沒有生精銳啊 他的哥德衛隊我一直沒有看出來 沒有生 哥德衛隊沒有精銳兩個字 哥德沒有精銳就好像買 買大冰奶啊 沒有落賽一樣的感覺 總是缺了點什麼 完了 哥德這一波喔 家裡BBQ 村民宿不滿80村了 這根城堡守住喔 可以讓哥德繼續殘有更多的環境喔 正如兵這邊也是被拿下來 不知道可不可以再重躲這裡 好了 這邊突然意識到 右邊可以殘各的溫隊防擊回去 哇 三刀一隻火槍 擊殺掉了這邊右邊非常多的村民 補了一個軍人是正確的選擇 但是家裡後面已經在持續BBQ當中 又更多的村民被波蘭一騎兵給擊殺掉了 現在利桃不用再繼續扛正面了 反正是在專心攻擊下方的黃金礦 後方就繼續用更多的弱馬去擊殺 道德這邊的村民喔 這邊農田喔 死了一大堆的人啊 伐木工這邊也是啊 右邊這個礦區拿下來 但是下方這個礦區也失守 道德這邊的村民宿 還要在農一段時間才會農回來 現在要把全部的軍力喔 放在家裡防守 才有可能手下的這一波騷擾了 好 那剛剛利桃點下了草藥治療之後 把火槍兵的血量全部拉到最滿了 好 拉了一些哥 第七兵怪防守哥的衛隊 好 這裡產出更多的大洛馬 進行最後的攻擊 哥德這邊還有非常多的槍兵鼓勒過來 這波手都還不錯 戳掉非常多的大洛馬 這波是立陶宛的下水餃 好 更多的洛馬衝過來 這邊都被哥德看在眼裡 但現在道德不敢主動出擊喔 怕一拍不出去 然後結果槍兵就又離家裡更遠了 因為立陶宛的目的喔 一定是攻擊後方的經濟喔 如果拍出去的話會很危險 可能要拍個一半左右 但是這麼多的馬量喔 又被溜了進來 這個可能要分兩隊了 對 又分兩隊 尷尬 分兩隊的話槍兵數量太少也守不住喔 好 這邊遇到一些激烈抵抗 正面的部分 立陶宛沒有繼續進攻 反正是用更多的洛馬去騷擾 反正是用火炮 繼續拆除外圍的這些射箭場 好 下方立陶宛的洛馬被抓到 好 槍兵開始把洛馬給逼了出去 但是村民數還是很少 只有70幾隻 這邊立陶宛多線打得非常漂亮 槍兵終究是槍兵啦 主動性太差了 很被動 好 這一坨槍兵往下送 也解掉了這些立陶宛一騎兵 但是現在哥德喔 光給村民肉量喔 就已經快要不夠了 正面沒有辦法去阻止對手 拆除正面的射箭場 這波反打回去有點傷 哥德可能會打輸這場比賽嗎 村民數已經相差快要來到一倍了 好 下方方區 第一時間讀回來沒有繼續防守 本來是哥德拉了一些槍兵來這邊巡弱一下 就後方大洛馬直接抓到後方這台巨頭 哇 這部巨頭直接擺給 龍天裡的村民再次收到了大洛馬的騷擾 損失有點慘重 哥德的村民數剩下47村 好慘烈啊 突然被打回封建時代 哥德 這邊的正面正毛兵 也被火炮加火箱給擊退了回去 龍馬繼續打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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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只剩下快要補到40村了 立陶宛這波攻勢真的是太扯了 好 到這時候終於打出了GG 這一把真的沒有希望 最後兩邊的垃圾兵出了478隻 對上368隻的大洛馬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立陶宛全面勝利 畢竟後面的村民數已經相差快要100村了 來看一下KD KD的部分則是立陶宛拿到1.87的KD值 後面火箱實在是立了非常多的大功 火箱控的很好 一直在後方有瘋狂輸出 沒有損失掉太多 二十幾隻的火箱 卻殺了75隻的單位 可能算上這些死掉的火箱 可能殺過100隻也不為過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